如果你穿越成反派中的大反派 你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还是会站在自己的立场 为了保命跟主角誓死战斗到底呢 小明悠悠的从梦中惊醒 他感觉睡了好久 睁开眼四周一片漆黑 应该是写小说写太累 迷迷糊糊睡着了吧 哎不对 现在几点了 应该要把今天更新的章节发出去才行 不然又要被骂拖跟狗了 小明摸索着鼠标 想点亮屏幕 哎 摸到鼠标了 不过这鼠标怎么这么软呢 而且怎么只有左键没有右键呢 努力摸索的小明一头雾水 突然耳边传来一声叫呼 师 师傅 你不要再摸了呀 谁 谁在我家 小明吓出一身冷汗 还有师傅 什么师傅 什么鬼啊 惊慌失措之际 灯烛点燃 房间大亮 哇去 小明怀里竟躺着个特别灵气的美女 哇擦 你是谁 我是在做梦吗 我的大脑这么懂我吗 这春梦质量可太高了吧 小明很快意识到现在是在做梦 得意忘形起来 正所谓春梦了无痕 占便宜不用负责 那就让我多多感受一下吧 小明一脸为首的张开双手 抓了上去 啊 怀中女孩尖叫起来 师傅住手啊 快点住手 女孩明明抗拒得很 但却毫无动作 因为她要是现在跑开的话 如果惹师傅生气 那很可能就会被师傅打死打残 她只能不断哀嚎 再看小明这边摸得起劲 什么师傅 谁是你师傅 哎 等等 不对劲啊 这手感也太真实了 我大脑的想象力 有那么细致入微吗 还有这房间一点都不朦胧 特别清晰 我真的是在梦里 喂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 苍宇灵 姑娘委屈巴巴说道 一听到名字 小明脑袋突然剧痛无比 无数条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瞬间灌进大脑 苍宇灵也跟着吓坏了 娃娃大哭 师傅你怎么了 你可别死了呀 如果你死在我房间里 门派的人一定会怀疑我的 到时候师长和师兄们 一定会轮番拷问我 折磨我的 与灵别哭了 小明说话了 我没事的 一边说一边轻浮 与灵脸蛋温柔得很 可在苍宇灵眼里 师傅行为举止 跟平常简直是判若两人 他又嚎啕大哭起来 师傅 你该不会是 走火入魔了吧 平时脾气残忍凶狠的师傅 居然这么温柔的安慰自己 他一定是脑子烧坏了 此时的小明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他洋装生气 板着脸怒骂苍宇灵别哭了 没想到这小丫头反而开心得很 这回确定师傅是真没事的 小明无语得很 虽然他看不上 苍宇灵这抖M性格 但没有办法 谁让他是自己创造的呢 此时的小明内心早已惊涛骇浪 但却不敢有半点表现 因为他穿越了 而且还穿越到了自己写的龙傲天爽文小说里 不过倒霉的是 自己并没穿越到一帆风顺的主角龙傲天身上 而是穿越到了被主角一顿蹂躏 要多惨有多惨的大反派身上 这部小说的大反派叫沈氏 是个金丹期大圆满境界 小说前期新手村第二高手 威人心狠手辣 为了变强不惜任何代价 一期记得剧情里的沈氏 寄予主角逆天的奇遇 和靠运气获得的深厚功力 从一开始就诱骗男主 慢慢转为威胁逼迫 最后在准备杀掉男主的时候 被他溜走 后来主角一路奇遇 喝着美酒泡着妞 就这么一边玩 一边突破了金丹期 刚突破金丹期 就找沈氏报仇 按理说这沈氏是金丹后期大圆满 两个男主也打不过自己 肯定要到男主泡着妞 各个都是大家族公主 凭借公主们 送给男主的神兵利器 主角一举就击败了大反派 开启了走向世界之巅的步伐 而大反派沈氏呢 则被男主折磨致死 小明回忆着自己写的爽文 剧情啊那是勾血无比 可更勾血的是 为什么我会穿越啊 穿越就算了 为什么要穿越到 第一个被主角祭天的 炮灰boss身上啊 小明无能怒吼 我这难道不论现实世界 还是虚拟世界 我永远都只能做loser吗 不行我不想死 小明突然想起来 按照穿越小说套路 大多数穿越者身体里啊 不都应该有附带的系统 或者金手指吗 出来吧 我的超级反派系统 一丝清风吹过 毛都没出现 小明有点慌 没有反派系统 那应该有啊 课金系统 抽奖系统 仇恨系统 好感度系统吧 什么都没有 那还玩个球啊 没办法 小明当初写的呀 就不是系统门 他肯定没有系统啊 小明是彻底绝望 难道我这把穿越 必死无疑吗 失望至极的小明 准备躺平 等待死亡的到来 突然一个人影 窜了过来 是小苍 不知所以的他 见师父特别失落 便钻进师父怀里 想给予温暖 看着怀里的避人 小明回忆着 书中的苍宇灵 是大反派 沈氏最小的弟子 直到主角 败入沈氏门下 他才成了小师姐 等等 按照现在的时间线来说 主角应该还没败入胡适 也就是我的门下 没成为我的弟子 也就没与我结仇 那等我见到他 我就疯狂跪舔他 这主角气蕴滔天 我只要把跟他的好感度刷满 成为他的一号舔狗 搞不好 还可以跟他得道飞升 也说不定 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 最差也不会被他杀掉吧 再不计自己 还有个新手村小门派管理 修仙界的美女如云 像苍宇灵这种美女 我的门派多的是 全都归我所有 这么一想的话 生活 岂不是比以前的穷携手强多了 小明思来想去 做好了大致计划 第一步 就要先扭转自己 暴力无常的糟糕形象 让大家都爱待我 打个提前亮 可看着眼前 美丽丰满的女徒弟 小明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 我稍微占点便宜 应该没什么事吧 可看着委屈 快要哭出来的苍宇灵 小明猛的想起 小说里胡适 就是因为经常虐待苍宇灵 才导致他倒戈主角 最后跟主角李英外合 将胡适置于死地 不行 绝对不能得罪这个小苍 小明的态度 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开始各种夸小苍 不仅绅士礼貌 还给小苍许多修真秘籍 极尽直现阴气 里面的小师妹高兴得很 可一直在胡适寝宫外 等待小苍的师姐 却着急了 小师妹进去给师父送灵茶 很长时间了 该不会笨手笨脚 惹师父不高兴 被坏脾气的师父 给杀了吧 我得进去看看 好了 重生之大反派第一集讲完了 喜欢的话 帮忙点赞评论转发一下 您的支持是将军坐下去的动力 将军在这里也谢谢大家了